如果想找一些潛力股的話,有隻康西銅鑼可以留意 看國際銅鑼繼續咬住在那個位置 我想說經濟重解是必然繼續發生的 即使外面的中數,不是香港,外面的中數也不少 美國那些好像是緩和 但無論如何重啟的方向都是沒有變的 對於原料、原材料方面的需求來說 我相信會有回到 所以如果去撐的話,有隻康西銅水平可以留意 但如果你想穩定一點,不妨可以採取一個策略 你就等,如果股價穿了上周五的高位,14.98這些位置 即是向上突破完的時候,你才考慮進去 因為現在就抽完了,進行一個整股 好,如果它真的能夠忍接國際銅鑼,有機會揪上去 所以這隻康西銅也應該有機會跟進去 在這個時刻來說,等現在整股原材上突破的時候 才可以追進去 反之現在就整股,你比較是 或者你去之前這個高位的位置,差太遠的時候 大家就等一會 可以放這隻康西銅,先去撐住它 反向上突破,就可以追進去 上去看著之前的高位 這個就是15.5這些水平 穿了15.5才可以挑戰到15.72這個水平 現在就暫時看著它 先去旁邊